大家好 我是又哥 這一場我們來錄這個體驗服的沃瑪爾 因為這個沃瑪爾真的是 體驗服改得非常的誇張 來給你們看一下他的被動技能 他的被動技能 是有一定的機率造成對方的暈眩 並對目標當前生命值的15% 是非常高的一個傷害 這邊呢 這個 直接幫隊友 這隻技能也是非常多的控制技能 他的1技呢 2技還有被動 都是控制技能 然後本身又輸出又非常的夠 這邊再幫一下隊友 這邊是完全不畏懼的喔 這邊輕輕鬆鬆啊 拿到了一助攻 一個擊殺 然後這邊看一下 對方的藍buff區 好像需要幫忙 不過 我們的超厲害啊 這個直接把對方的這個刀鋒直接擊殺 這新角色的技能真的是非常的噁心 非常的 這個 這完全不行啊 這個 血量不夠 這時候我們的JG納克羅斯也敢來支援 這隻 這隻長得蠻像雷神索爾的 這隻 一技 二技 被動都是 一個帶有暈眩的一個技能 在我們 體驗服真的是 技能非常誇張的一個角色 好 對方的刀鋒5等 反正是 我也不敢 輕舉妄動啊 因為對方5等 而且在塔下 我們也 這邊 好 有關西 這邊我們在等待機會 不過中路的會戰 直接打開來了 這邊直接幫我們JG 你 怎麼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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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的 控制技能都屬於是 範圍技能 範圍的 控制技能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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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新法師真的是技能組也是非常誇張噁心 可是不過感覺控制技能就少了一點什麼 如果新角色再加上這隻握馬爾的話那勢必是非常誇張的一個組合 就是補足他控制技能不夠的地方 那這邊我呢就是直接開啟二技的時候新角色就在旁邊開啟大招 就是補足新角色的一個部份 這幫隊友 不過還是沒有辦法畢竟塔下 這邊可以強殺 這邊再一個 差一點就可以三殺 這邊一隻大象啊 不過上路兵線有點危險 所以還是選擇 再一個回去 回去 這隻的話就 建議的話就是一技先出去之後平A一下的時候就帶有運訊再平A一下 就是因為就是別人運訊的時候就在別人運訊的時間內造成敵人最大的傷害 然後呢這時候再二技給他打出去 這時候一個刀鋒 我們完全不怕他 這時候再一個 玩完全人 這隻跟塔拉不一樣就是說他大招在 在轉的時候是可以移動的 這隻角色完全不輸刀鋒 完全不輸刀鋒 因為他的控制技能太多了 基本上隊伍有這隻角色喔 刀鋒是特別的討厭這隻角色的 這邊一打二完全不是問題 然後這時候看到這隻塔下的新角 這隻直接 OK 這隻控制技能組啊 還附帶有位移的一個技能的角色 這個英雄 是非常全方位的一隻角色 能坦能打 這時候下陸兵線有點危險 不過這場其實算是蠻順風的一場 所以有點不太想去下陸 騎那波兵線這樣子 這時候刀鋒 這邊實在沒有辦法 這發現有五隻 他們支援的是不是太快了 這隻新的法師真的是好噁心啊 這如果肥的話 會戰一定要先把這隻新法師給抓掉才可以 不然他的輸出實在太高了 所以只要如果新的法師配這隻握馬耳 是蠻推薦的一個組合 其實我們也不怕這隻大笨象 完全不害怕啊 好對方也投降認輸了喔 好這就是體驗服的一個握馬耳的實戰 好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想看到我後續更多影片的話 幫我訂閱 然後體驗服的話 他就是會跟王者榮壓會這個評分的機制 而我拿到的是8.5 不過MVP是我們的納克羅斯 在下方可以詰募